好 但是說到2024 除了民進黨是賴清德 已經定於一尊之外 現在民眾黨也確定 因為柯文哲他在今天 是率領其他的黨員 浩浩蕩蕩來黨部 要登記選總統 沒有意外的話 他就會代表民眾黨來參選 那當然現在就在討論說 到底藍白河在柯文哲的表態之後 還有機會嗎 因為像是朱立倫 今天就喊話說 合作的決心 一直對他來講都是非常堅持的 而團結這樣的目標也很堅定 呼籲民眾黨的朋友們 以及所有台灣民眾 一定要團結合作 目標是什麼 就是希望可以讓政黨輪替 柯文哲他現在重點 是要怎麼接招呢 他就說其實他們來講 跟每個黨合作都是有機會的 而藍白河這件事情 應該討論的不是各陣營 為了自己的利益 應該是雙方在理念價值上 能不能夠結合 不然很可能就是流於 全力分配的密室證據